中華民國的傑出女性 顏雅青的故事 大家好 非常高興在爾灣市和大家分享 中華民國的傑出女性 顏雅青的故事 顏雅青在中國大陸幾乎無人知曉 是一個加拿大女作家帕蒂格里 花了七年時間梳理了她的材料 寫出了一本書 叫做《飛天明媛》 這本書寫了三個中華民國時期的早期飛行員 顏雅青列首位 而我本人因為做巴哈爾研究 追蹤了17年 最後 因為有了《巴哈蒂格里》這本書 才得以完成了有關顏雅青傳的協作 顏雅青出身於中國非常有名的岩氏家族 這個岩氏就是孔子的弟子 燕源 屬於孔子的72位弟子之一 而且是孔子最喜歡的一個學生 顏雅青的曾祖父 顏雅遠 最早是在福建的廈門經營木棉生意 後來因為生計難以維持 就搬到了上海 然後顏雅青的祖父顏雅經就生了幾個非常傑出的兒子 其中 弟兄三個是中華民國最接觸的人物 被稱之為顏氏三傑 就是顏惠慶 曾經當過中華民國的外交部長 北洋政府的總理 顏福慶 做過中華民國的衛生署長 相當於現在的衛生部長 而且還是毛澤東的夫人 顏開會的救命恩人 也給毛澤東治過病 顏德慶 則當過中華民國的鐵道部副部長 是著名的鐵路專家 曾天佑的助手 顏氏三傑 可以說 在當時的中華民國是非常有名的 而顏雅青就出生於做過衛生署署長的顏夫慶之家 他的母親叫曹秀英 也是出生於明門之後 1904年 顏雅青出生 1970年去世 一共在世是66歲 他在優越的家庭成長 但是呢 他並不依靠自己的富裕的家庭 不像現在的官二代 富二代的一些子女 他從小在上海的中西女俗就讀 這個學校呢 是當時上海最有名的學校 宋氏三姐妹 宋愛玲 宋慶玲 宋美玲 都是在這個學校就讀 而且顏雅青和宋氏三姐妹還有親戚關係 在這個學校沒有畢業 顏雅青就隨著自己的父親顏惠慶 到了美國 在美國的胡桃山中學就讀 然後在胡桃山中學又沒等畢業 父親因為回國 他又回到了中國 繼續在中西女俗讀完了需要學的課程 這個時候 1921年畢業 考入了清華大學 當時還叫清華學校 劉舞梅的專科女生 但是 1921年呢 她的父親 約要到耶路大學去進修 這樣他們全家又到了美國 這之後呢 宋愛玲就在美國的 史密斯學院就讀 史密斯學院也是美國非常有名的 貴族女子學院 李根總統的婦人 曾經再次就讀 美德爾畢業 因為顏惠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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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7年畢業之後呢 她就到上海醫學院 做英語教師 一直到1935年 這期間她和一個非常優秀的青年 陳炳章結婚 陳炳章曾經做過孔祥希的 當時中華民國財政部長孔祥希的英文秘書 所以 郎財女貌是一個非常好的優秀組合 但是呢 顏惠慶並不滿足於這種家庭生活 也不滿足於在上海醫學院的英語教學生涯 她認為自己作為一個女性 應該頂其女性的半邊天的任務 應該到外面的世界去闖蕩 這個時候正好有了一個機遇 她的伯父顏惠慶 受蔣介石之命 要到蘇聯去就任駐蘇的首任大使 1933年到職之後 1935年要回國探親 這個時候 她的夫人不願意再跟著顏惠慶到蘇聯去 所以她就動員了自己的侄女 顏惠慶到蘇聯的中國使館去做使館的女主人 想擺脫家庭的顏惠慶得到這個機會非常高興 雖然自己的父母強烈反對 但是她還是毅然決然的離開了父母 去蘇聯大使館工作 一路上她和梅蘭芳和蝴蝶坐著同一跳船 坐著同一列火車到了蘇聯莫斯科 在莫斯科工作期間 她受波赴顏惠慶之命 參與了國際聯盟的很多重要的外交活動 取得了很重要的經驗 而且她還偷閒到了意大利的羅馬機場 學習了飛行駕駛 到了1936年她的伯父顏惠慶 因為身體不適 辭去了駐蘇大使的職務 回國 顏惠慶也就中斷了在蘇聯大使館的工作 跟著伯父一起回到了中國 回到上海之後呢 回到上海之後呢 她就和一個著名的電影演員 李霞青組建了上海女子飛行俱樂部 這個時候日本開始佔領上海 他們希望能夠通過 組建女子飛行俱樂部 培養一批女飛行員 來承擔抗日救國的重任 1939年呢 顏惠慶就和李霞青到了美國 美國的一個東尼爾上校 贈送了一架飛機給顏惠慶 顏惠慶就駕駛這架飛機 在美國各地進行巡迴演講 募捐抗日 她做了一個非常周密的飛行計劃 要在美國飛行半年至久 但是不幸 她在一次飛往蒙巴馬拉州的時候 飛機不幸墜毀 她自己嚴重受傷 昏迷了18個小時 受傷之後呢 美國飛行局不允許她 再領到新的駕駛執照 不得已 顏惠慶就沿著鐵路 繼續演講 為祖國的抗日戰爭募捐 因為在亞利大學就讀的時候 顏惠慶曾經和她的表叔 就是當時的清華學校的校長 也是清華大學的首任校長 曹雲祥先生有一次長時間的聊天 從曹雲祥那裡她得知了巴哈伊信仰 但是一直到1944年 她無動於衷 沒有歸依巴哈伊信仰 因為當時她的身份是一個基督徒 在1944年的時候 5月23日 美國呢 因為舉行了一次慶祝巴哈伊信仰 誕生100周年的重大活動 曹雲祥就在芝加哥灵溪堂 親眼目睹了一位 白人女子和一個黑人男子 手拉手地舉行了婚禮 她非常感動 對於巴哈伊信仰的天下一家 世界大同思想 這種信仰沒有任何的種族割合 她大為感動 所以當即歸依了巴哈伊信仰 而且在這次會議上 就開始參數自己 對於天下一家和世界大同的思想認識 在這之後呢 她緊接著在1944年的年底 受中華民國之命 參與了聯合國的奠基活動 就是頓巴頓相署員會議 把自己在聯合 在這個國際聯盟工作的經驗 貢獻給了聯合國 第二年就是1945年的5月份 在舊金山聯合國召開成立大會 袁雅清也是參與者 而且通過這個聯合國的成立 他發現聯合國憲章有一個缺陷 就是對於宗教和靈性力量忽視 因此他呼籲在聯合國憲章裡邊 應該補充有關宗教和靈性力量的內容 但是這個呼籲沒有得到很好的回應 在這之後呢 因為在羅斯福總統去世之後 羅斯福總統的夫人 埃琳諾洛斯福 被任命為美國駐聯合國的首席代表 而埃琳諾洛斯福夫人呢 則受命起草聯合國的人權宣言 埃琳諾洛斯福就找了三位助手 其中一位就是顏雅清女士 顏雅清也毫不猶豫的 把自己在國際聯盟工作的經驗和巴哈裔信仰 有關尊重人權男女平等的思想 貢獻給了聯合國的人權宣言 在這之後 燕耀清和他最好的一個巴哈裔朋友 穆德哈德一起把巴哈裔信仰介紹給了聯合國 所以巴哈裔教自1948年就開始 在聯合國以非政府組織機構的身份 參與聯合國的很多重大活動 而燕耀清因為對聯合國的傑出貢獻 也被任命為聯合國的信息官 在成功湖有一間自己的辦公室 但是在這之後 聯合國有了一個新的規定 就是夫妻雙方不能同時在聯合國工作 因為這個時候 燕耀清和自己的第二任丈夫 一個新西蘭人叫梅爾結婚 梅爾也在聯合國工作 所以為了照顧自己的丈夫 燕耀清就不得不退出了聯合國的工作 開始他想學習護理 但是遭到拒絕 後來就到哥倫比亞大學 以50多歲的高齡 申請了一個圖書館學的學士學位 讀完之後就在紐約的布魯克林圖書館工作 一直到去世 這樣的一個事業上達到高峰 然後又從高峰跌入了低谷的一個知識女性 晚年的生活非常淡定 而且她去世的時候 應該說也是相當的 其慘 她一個人孤身 在自己紐約的家裡頭 在浴缸裡頭去世 兩天之後才被人發現 這樣燕耀清他的一生 不僅貢獻給了中國的抗日戰爭的偉大事業 而且也貢獻給了聯合國 貢獻給了巴哈裔信仰 所以燕耀清在《非天明媛》出版之後 中國大陸的很多讀過這本書的朋友 都認為燕耀清是中華民國最接觸的知識女性 她的一生充滿了魅力 她的一生充滿了激情 她的一生是值得中國每一個女性 也值得中國的每一個男性認真 加以總結和學習的 好 謝謝大家